我先生外溢金融风暴 为什么我要改变 民国66年台湾经济起飞 玉花跟着先生努力经营事业 一家六口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 先生在外应酬越多 绯闻就更多 对玉花来说是一个难以承受的打击 她就是常常到三更半夜 甚至到天亮才回来 那时候孩子一方面要照顾 也要照顾事业 所以冲突已经将近好几年 怨恨不断 她外言也是不断 所以我干脆要跟她离婚 可是她又不接受 我心里很痛苦 面对幼小的孩子 玉花一度茫然 不知未来何去何从 一出大爱剧场 让玉花有所领悟 人生也就有了新的转机 我从81年日式慈祭 就开始进来慈祭 明月照红尘 阿托的故事 我从头看到尾 她这么的辛苦 她能够度过 那为什么我不能去面对 因为上文说 人生总是会遇到困难 只要你面对它 人生没有过不去的事 所以因为这句话 能够让我走下去的动念 因为深入金帐 了解因缘果报 而学习转念 玉花在此季里 从花意 晋升花道 擦花衍生的禅意 让她了解 一花一世界 一夜一如来 逐渐改变 与先生相处之道 让夫妻关系 更加和谐 没想到好景不长 民国97年的金融风暴 造成公司周转不灵 负债累累 玉花面临庞大的债务 曾经有过逃避 放弃的心态 我朋友跟我讲说 干脆就宣布破产结束 我的心情那时候很低潮 那时候妈妈每天都 很担心公司的状况 我们兄弟就起立一条心 就讨论到说 我们尽量不要去增加 父母的负担 同时也是去跟妈妈鼓励 说这一切都会过去 玉花在孩子们的鼓励下 坚强扛起庞大的债务 全家一起面对 共同打拼 在这么艰困的环境之下 她依旧努力做刺激 刚时候我们是不太能量解的 因为会觉得说 家里工厂有这么危机了 那应该要先优先解决才对 那事实上也是因为 就是说妈妈这样子 就是有在做慈细的关系 所以她比较可以有 那个动力去面对 就是家里的危机 对我的情绪的话都疏解 我就是去参加实际的活动 能够我转移我这些的压力 心慢慢自己转换 慢慢自己得到快乐 几年下来公司营运顺利 先生却因病往生 孩子们度去成家立业 也经常利用假日回家陪伴妈妈 真的也很感谢孩子一路陪我走过 这些的困难 佛法是给我们指引很光明的正道 对我来讲是一盏明灯 那也是一个人生的正确的方向 我感恩师兄让我更坚强 因为她这样的一个课题 给我很大的成长 妈妈我爱你 谢谢你 感谢观看